现在我来介绍的是夹己原理 Squiz Theorem Squiz Theorem Squiz Theorem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有一个函数 它的话呢夹在一个G跟H中间 G是比较高的 H是比较低的 那么假设的话呢 我们两边的话都是取 这个一个极限值的话呢 它是趋近于一个数字 小的那个也趋近于一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假设一样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 夹在中间的数字 当然也会趋近在L 也就是说它趋近L 小的趋近L 中间的我们就不得不趋近于L了 那么这个公式的话呢 这个原理我们常常的话呢 会应用在很多的证明上面 那么我们就拿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了解一下 题目的话呢 说我们要找一个极限 这个极限的话呢 X分之这个是高斯函数 那么当X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它会趋近于多少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怎么做呢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乍看之下的话呢 我们应该可以猜测的出来 这个应该是1 为什么呢 因为的话呢 当X很大的时候 如果我们取的是高斯函数 它其实不会删掉很多 它只会删掉它小数点那一部分 那可是如何去证明它是1呢 那么我们来给各位同学的话呢 参考一下 这个叫做夹起原理的做法 我们来看看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高斯函数 它的性质是什么 高斯函数的话呢 它一定会稍微小 或者是等于原来的数字 这个地方是无庸置疑 然后的话呢 我们要这么说了 它的话呢 也不会太小 它的话呢 最多最多只是删掉了 X的小数点的部分 于是的话呢 我们应该肯定的说 它的话呢 会比X减1要来的大 因为这是减1 它最多最多也是删掉了 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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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东西是夹在这两者之间 我们肯定后 来我们再看一下 题目是高斯函数除以X 那么我们就一样的 照着它的提议 我们三个一起除上一个X 来我们看看的话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除以X是1 这里除以一个X是 X分之X减1 好 我们来看一看的话呢 如果说我除以一个X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箭头要不变 那么我们必须要要求的是 X是正的 那么确实也是正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准备要让X往无限大走 好 我们现在来看无限大 现在的话呢 这是这个算式的话呢 我们现在要让这三个算式 同时趋近无限大 来我们看一下 取limit X趋近于无限大 那么我们的话呢 应该这么说 如果说这是大的 这是中的 这是小的 我们大家都往无限大走 仍然是大的 中的 小的 于是 题目的话呢 我们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了 最大的这个 这个趋近无限大 很抱歉 没有用 因为它还是1 因为一个数字的话 不管X往哪里靠近 它跟X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仍然压在1以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左边的这个极限 左边这个极限的话呢 当X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次方是一次方 这也是一次方 所以我们看它的系数 这个的系数的比是1 所以的话呢 我肯定的说 它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趋近于多少 1 夹几原理的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极限夹在1跟1中间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它就是1 那么我们的话呢 利用了夹几原理 证明出了这个题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